四川南云有一位小男孩儿因为不认真做作业 爸爸带他去挑粪 炎热的夏天 挑着满满两筐粪 这种辛苦和感受可想而知 这位小男孩儿终于坚持不住累哭了 被问上学苦还是挑粪苦 他哭着回答 要读书 不要挑粪 很多家长在孩子不想读书的时候 都会想到让他体验一下生活的苦 希望能转变态度 吃苦教育可以培养孩子的意志力 也能增强战胜挫折和困难的勇气 但是要掌握度 并不是所有的吃苦教育都能有好的效果 一年暑假 凌晨上海一个地铁口 一位少年坐着玩手机 经过的人报了警 警察来后了解了情况 这位男孩13岁 因为跟父母说不想上学 爸爸妈妈把他从苏州的家里送到上海 托付给做生意的舅妈 让他体验生活 舅妈管教很严格 另一方面受不了打工的苦 在凌晨趁舅妈不注意 偷偷跑出来 为了管教孩子 父母的本意是想让他吃点苦 体会生活的不容易 能够好好读书 可最终结果孩子不仅没有成功地体验生活 反而产生逆反 吃苦教育目的也并没有达到 如果不是被人及时发现 后果严重性不可估量 吃苦教育是通过让孩子体验日常劳动 或者感受生活和事情的不容易 以此来让他有所心理准备 吃苦教育只是一种外在感受 并不是让孩子长期生活在吃苦的环境中 因为吃苦教育只是手段 目的并不是让他吃苦 只有通过实践感受生活冷暖 激发他的进取心 磨练一致 才能拥有适应环境的生存能力 才能珍惜当下的生活 家长们想让孩子吃苦 珍惜现在的学习机会 但是如果把握不好 分寸将使得其反 如果父母一时心血来潮让孩子吃苦 他并不会有深刻的体会 没有效果 另外如果连父母都不是能吃苦的人 做不到言传身教 那么吃苦教育对孩子根本不起作用 正确认识吃苦教育 要具备三方面意义 孩子才能深有感触 首先 要了解为什么要吃苦 日本教育孩子时 人们常说 大自然赠予的空气和阳光 是不用付出就可以获得 其他任何想得到的都需要付出劳动 其次 吃苦后有成就感 有精神满足 在瑞士 女孩子初中毕业 会被送到一些有地位 有教养的人家做庸人 通过劳动可以学语言和其他能力 最后 要有责任感和能力的体现 美国的一些学校有规定 毕业之前要让学生身无分文 经过一周的时间自主谋生 通过才准许毕业 德国满14岁的少年 就要分担家务 建立责任感 提升劳动能力 吃苦要让孩子理解其中的意义 并且获得成就感 获得认可 提升责任感 这种吃苦教育才有效果 给孩子吃苦教育的家长 出发点都是好的 都希望孩子有独立自主的能力 有生活技能 有抗挫折的能力 进入社会有生存能力 但如果刻意让孩子吃苦 不如培养着肆力锻炼意志 对事情有提前预判 有规避风险的能力 才可以远离不必要的烦恼和冲突 把精力放在重要的事情上 奥巴马小时候因为肤色问题备受困扰 在学校不愿意和白人小朋友接触 面对老师的提问他都非常紧张 老师向他的母亲反映了这些情况 并表示这个孩子缺乏自信 将来也不会有什么作为 奥巴马的母亲并没有因此放弃 相反他想方设法提升孩子的自信 为了锻炼奥巴马面对挫折的能力和信心 他帮着找了一份订报纸的工作 鼓励奥巴马到每家每户沟通 经过不懈的努力 奥巴马第一天就推销了很多份报纸 多年以后他才得知真相 原来当年是妈妈在背后提前与征定者沟通好 替他们提前支付了报纸钱 目的就为了让奥巴马通过体会成就感 有面对挫折的勇气 就是母亲善意的谎言 是奥巴马摆脱自卑 逐渐有了自信 不再恐惧与人沟通 奥巴马正是因为有了面对挫折的勇气 有了战胜自我的自信 才有了后来的成就 这一切都源于母亲的引导和支持 母亲并没有让他刻意吃苦 而是让他通过战胜自我 体会成就感 有了抗挫折的力量 具备抗挫折能力的孩子 他们不怕失败敢于尝试 即使失败了也不会倒下 还有重新再来的勇气 这样才有成功的可能 每一个人看问题的方法和处理事情的方式不同 只有具备定力 才不受外界干扰 不被周围的否定所困扰 才能保持理性的头脑 做该做的事 不快和烦恼随时可能出现在生活中 只有具备清明能力 及时抛弃一些不愉快和烦恼 才能重整旗鼓 迎接新的生活 现在的孩子们 从小生活在衣食无忧的家庭环境中 父母舍不得让他们受一点委屈 大部分孩子没有经历过物质匮乏 没有感受过贫困 使得他们经受不了一点考验 小小的挫折和困难都难以应对 缺乏自立能力 生活中学习中稍微有一点累就觉得受不了 要放弃 家长无法一生都陪伴孩子 但可以培养他们基本的生存能力 还有一点阶段 离乎你 我们就有好处 所以我们就想象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